今天跟大家聊聊有关二手房停贷的传闻 以及它背后深刻的原因 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近关于二手房停贷的传言非常多 如果在百度或者微博上稍微搜索一下 二手房贷款延长乃至停贷 这一类新闻很多 虽然没有哪个城市或者银行通过官方的文件 明说要给二手房停贷 但是现在二手房的贷款确实变难了 审批也更加严格 利率也比以前有明显的上升 我们简单的看几个城市不同银行 对二手房房贷的一个情况 先来看武汉 武汉有媒体统计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大行有停贷 即使其他的银行有贷款 也需要进行排队 要等很长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各大银行房贷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这张表 这张表可以看到 不管是首套房还是二套房的 这个房贷的利率都提高了 在LPR五年贷款基准利率上都有上浮 你像首套房贷 基本上浮到5.5% 5.6% 二套基本在5.7% 5.8% 各个银行的贷款 要么是额度非常紧张 需要排队 要么就是放款时间无法保证 还有的干脆就不做二手房贷业务 很久了 直接说没有额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合肥18家主流银行的一个最新贷款 一栏表 可以看到基本也是首套房贷都是上浮到了5.88% 二套房是上浮到6.37% 都在LPR五年基准利率上面提高了很多 然后关于二手房的房贷 大部分银行是可以办理的 少部分银行暂时不做 而且目前合肥对房贷的审批非常严格 名下如果有金银贷 消费贷一律不放款 即使审批通过 等待的时间也很长 还有南京 成都 其他城市都有这种情况出现 都是反映二手房贷款的额度受限 管控非常严 尤其是在上半年 很多银行的贷款额度就用完了 关键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 这个关键就是在2021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 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 在这个通知是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 在2020年最后一天12月31号发布的 然后在2021年1月1日就实施了 这个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规定非常关键 它里面对设定的两个指标 一个就是总的房地产贷款的占比上限 还有一个就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占比上限 它叫房地产贷款主要是两块 最大的一块就是个人住房贷款 然后第二块就是房地产开发贷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分了五档 根据银行的大中小不同的银行去分的 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 像大型银行是40% 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的是32.5% 就是说你的在房地产贷款 尤其是个人住房贷款上面 给你上一个紧箍咒 银行这样就不能无限制的高比例的 不停的去发放这种住房按揭贷贷款 因为银行它天然的追求这种比较稳定的 优质的贷款 它喜欢多发这种房地产相关的贷款 尤其是个人按揭贷贷款 当时文件专门设置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上限的要求 它就是为了约束银行房地产贷款 占全部贷款的一个比重 大家还不知道还记彼的 去年8月份还有一个关于房地产商的三道红线 那个主要是约束对房地产商的贷款的一个增长幅度 这一次银行业贷款集中度规定 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个人住房贷款这一块 主要是抑制或者说是压缩 个人住房贷款的过快增长 关于为什么要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的规定 官方其实回复里面有一条非常关键 就是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和稳健性 大家知道这些年 银保监会监管机构一直在提 这个房地产是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 既然已经明明看到这么大的灰犀牛扑面而来 那肯定要做些什么 对吧 那对于房地产的这些三道红线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管理规定 包括集中供地等等的一系列措施 都是为了缓释或者调整房产 给金融体系带来的这种过高的这种风险 而且房地产的部门的贷款过多以后 它也会挤压其他部门的 关于制造业 包括居民部门的消费的贷款的这种额度 如果大家都去买房了 就很就消费就会挤压消费 那这样的你也是不可能实现国内的大循环的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2020年的年报 就是里面20家上市银行披露了 这个房地产贷款的占比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不管是大型银行 还是中型小型银行 他们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占比 都有普遍 有好多家 有八九家 都突破了上限 就是给他们规定的分别的上限 就是标红的这些比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规定 对银行还是有很强的限制 那这样银行 不管是给新房也好 给二手房也好 尤其是给二手房的按揭贷款 就会有一定的压缩 或者是带上紧箍咒 就受到影响 好 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是关于房地产贷款 个人住房贷款 还有人民币贷款增速的一张图 那这张图也很关键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民币的一般贷款 它的增速呢 是蓝色的这个线 在下面 那房地产贷款 还有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速呢 都是比这个一般贷款都要高 尤其是个人住房贷款 它的增速呢 非常高 而且如果长年累月的 这个增速比一般贷款要快的话 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以后 房地产贷款的这个集中度 必然会越来越高 也就是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呢 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 说要把这个比例啊 就是这个个人住房按揭这块的比例 给它慢慢的 占总贷款的比例 给它慢慢的压下来 那刚才也讲了 去年8月份的三道红线呢 是针对房地产开发商的 今年年初这个银行 对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规定呢 是对个人住房按揭的 那大家能明白啊 这个房地产不光呢 有居住属性 它还有很强的金融资产的属性 而金融资产的核心特征呢 就是使用杠杆 那如果没有杠杆的支撑呢 中国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呢 将大大褪色 那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规定呢 可以说就是冲着房地产的 这种金融属性去的 所谓打蛇打气寸 打掉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 尤其是打掉二手房的这种投资 投机的金融属性 也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房住不炒 价衡不跌 那为什么不去限制一手房的按揭贷款呢 因为一手房呢 连着卖地收入 连着城投债 连着这个土地财政等方方面面 一手房呢 是不会限制的 它还是会 总体上还是会鼓励和支持 但是二手房呢 你就别想了 二手房的买卖 如果你站在国家的角度 它只会肥的投资投机客 对钢需也好 对地方政府也好 没有任何好处 相反的 如果二手房你不加以控制 还会导致大量的抛盘的出现 它进而影响整个市场出现 这种大幅波动 那么再看一下 这个08年到2020年 全国这个新房商品房 销售的面积和销售额 可以看到 这个销售面积也好 销售额也好 在15年以后啊 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增速非常高 总量也非常大 事实上在15年以后呢 每年都有1500套的这种新房上市 而后呢 它就会转化为 二手房的这种库存 这个库存越来越多 它对交易量的需求呢 也越来越大 这样呢 积累的抛盘呢 也就越来越多 尤其是投资投机客 都是准备赚差价的 但天下哪有那么美的事 就和股票一样 在高位呢 能够成功套现的 永远是极少数 那走到今天呢 二手房的投资投机客 应该来说是真正感受到了 这种刺骨的寒风 因为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撑 你根本无法找到有效的接盘者 能够全款买房的毕竟是极少数 到最后呢 也许你会发现啊 就很多地方的不动产 也许会变得真的名副其实 成为真正的不可流动的资产 那银行的这种信贷资源 是非常稀缺的 它肯定呢 会用在刀刃上 也就是会支持一手房的销售 而不是支持这个投资投机的二手房 那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呢 买家呢 其实是根本承受不起 这么高的二手房房价的 好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最近的这个二手房的 一个成交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随着这个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的这个失信 然后包括上半年这个 个人按接贷款额度的这个用镜 或者是快速的消耗 那二手房的这个成交套数呢 也明显有着下滑 我们现在看一下深圳 深圳的二手房的套数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进入到五月份的话 只有3027套 那么可以看一下 深圳的这个二手房的两波 这个即时价格 也是量的这个上涨大潮 一波就是在15年 当时这个涨家去库存和这个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 降息降准的这个刺激下 那一波的这个成交量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15年 整个那个期间 对吧 也是当时深圳房价呢 也迅速的翻了一倍多 第二次这个成交量的放量呢 就是疫情以后啊 可以看到也有一波放量 虽然没有15年那么大 那价格呢 也实现了上涨 所以说这个房地产跟股票呢 都很像啊 这个就是量升啊 价涨量跌啊 这个价跌啊 量减价跌 所以说如果成交量下去以后呢 价格的上涨就非常困难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海的这个二手房啊 情况 上海的二手房也是一样一样啊 大家从大面上可以看到 在15年也是一波巨大的放量啊 当时也是翻了一倍 之后第二波呢 就是疫情之后啊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放量啊 然后现在到现在4月5月啊 这个成交量呢又下来了啊 所以同样是这个价升啊 这个呃 量升价涨啊 量跌 量缩价跌 那随着下半年啊 这个信贷环境呢 只会更加收紧啊 因为上半年额度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而且下半年涉容呢 这个涉容增速还在下降 整个信贷的环境会越来越紧 所以说下半年呢 房地产还会迎来啊 比较严峻的一个考验 那么再来看一下广州的二手房的成交数量啊 可以看到广州的二手房成交量也是一样啊 也是在5月份有一个很大的下滑 只有10524套 好 那最后呢 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呢 主要跟大家聊聊这个二手房房贷的收紧啊 乃至停贷这件事 那这个事情的大背景呢 其实就是啊 这个金融监管曾多次讲的 房地产呢 是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啊 因此呢 不得不控制 而年初的这个银行业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管理规定呢 其实就是给住房个人按揭贷款呢 弄带上一个紧箍咒 尤其是对这个二手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大网呢 正在缓缓的落下啊 那些热衷于投资投机的炒房客们啊 也许呢 用不了多久就会明白啊 就是明白郭树青主席啊 在陆家嘴金融论坛 前不久说了一句话啊 他说压住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人 最终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啊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